餐盒裡頭滿滿的有洛神花蛋糕 洛神花的手工蛋捲 還有紅泥麵包 滿滿的除了麵包之外 還有幸福和愛 在京豐鄉嘉蘭村旅遊服務中心旁 由世界展望會協助輔導 負責烘培的是兩位可愛的媽媽 一個叫大美 一個叫小美 那要不要講一講 這一路走來的這個感覺 有沒有遇到什麽樣的困難 嗯...是很辛苦啦 從剛開始成立烘培法的時候 這段真的很辛苦 因為沒有人願意跟我們一起 因為這個 我們一直想要把這個當作是副弱的產業 把這個烘培法當作副弱的產業 可是幾乎很少有人願意 來是跟我們一起把這個做起來 所以每次都是我們兩個要缺人手的時候 只能找自己人來幫忙 說到剛開始成立的故事 眼眶也忍不住紅了起來 因為現在在副弱裡面有很多關於烘培的課程 現在也很多人都在接觸這些 現在比較有完整的設施在住我們這邊 所以他們幾乎都是來這裡上課 那像如果我們需要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請他們來幫忙 那有的是因為有孩子 沒有辦法出去外面工作 那我也希望他們說一起進來 然後我們一起共同經營 我們希望是這樣 雖然歷經風災 想要有一技之長 到不被大家看好 而到了現在 則是不少部落媽媽 一起跟著他們兩個學做烘培 更接了不少的訂單 像是吐司 或者是特色的餐盒 還有這個啊 你看好吃到 真的是不顧直上 這個蛋捲呢 一咬下去 你看可以看到 哇賽 手工的果然不一樣 其實是酥酥脆脆的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裡面呢 有這個紅紅色的這個點點 就是用當地經風香盛產的洛神製作的 非常好吃 時常用創意來打造美味的麵包與蛋糕 咬下一口 絕對可以吃到滿滿的幸福滋味 未來也將用大小美 來做幸福媽媽烘焙坊的LOGO 精緻化的包裝 還有創意十足的洛神花系列餐盒 相信絕對可以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而他們的努力 也終將被大家看見 東談宣言部中文黃欣平 在京風香的采訪報導